雙十國慶天氣晴朗 有許多人參加完早上的升旗典禮之後 直接坐到遊樂園去遊玩了 雖然沒有放廉價 但是台中知名樂園還是湧入五千人 人潮帶動前潮 在彰化鹿港小吃店的生意 比週末還要更好 業績成長兩成 雙十國慶彰化鹿港湧現人潮 等於也帶來前潮 小吃店擠滿遊客 老闆忙到手都停不下來 邊煎鵝仔煎邊招呼客人 今天生意很好 比一般的禮拜天禮拜六還要好 所以大概有連假的水準 比平常假日好大概兩成 多了兩成 多了兩成 可惜的是沒有連假 幾乎每個攤位都大排長龍 比起一般假日業績大漲兩成 今年雙十國慶只放一天假期 沒有連假連遊客都覺得可惜 就走一天太可惜了 要來回就比較辛苦 不然可以玩正週天 歡樂神四起台中知名樂園 還不到營業時間 園區門口已經大排長龍 湧入五千人 早上七點出發 然後因為怕塞車 所以提早 還好路上沒有塞車 就怕每個景點都塞車 遠從北部下來的遊客 提早出門 也有參加完國慶升旗典禮的遊客 帶著國旗到樂園繼續嗨 加上樂園推出萬聖節活動 有不少小朋友打扮成心中偶像 有Elsa也有小紅帽 相約雙十一起來參加萬聖節活動 民眾趁著國家生日出遊踏青歡慶 雙十節 既有綜合報導